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吃香蕉 当然我也不例外 那我常常去市场买了一大把香蕉回来 那一时吃不完没多久就变黑了 那据说是因为香蕉外面有喷那个吹熟剂 只要用清水把香蕉冲洗干净的话 就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 不会那么快就变黑了 那我今天就想要来试试看 我买了一把香蕉回来 在桌上这边 也准备了一盆清水 然后还有菜瓜布 我想说先把它稍微刷洗一下 刷洗的时候也要很小心 不要把它的皮弄破了 弄破的话也是很容易变黑的 我们这个刷洗过后 我们再拿去水龙头底下 把它再冲洗一次 冲洗完后我们把它 我们在这个地头的部分 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把它要包好 为什么要包这边呢 因为乙烯会从这地方 切口的地方出来 容易造成这个香蕉变黑 容易熟成 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它包好 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挂起来 像这样 在我准备钩子 如果没地方挂的话 那我们就要这样放 不要这样放 这样香蕉容易压破受伤 真的没有的话 你就要这样放 这样放 那我另外也准备了 差不多一样大小的香蕉 就是完全不做任何动作 那我想来做个比较 三天以后再来看它的变化 那三天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就在桌上这边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我一共买了两把 这个是完全没有处理的情形之下 然后这边是有把它冲洗擦干 甚至把它的地头也把它保鲜膜包起来 那我感觉啦 本人感觉是好像差不多啦 这个我这样这样的 各位看 我是觉得差不多啦 那各位现场看 就自己评估看效果怎么样嘛 那以我的感觉 我是觉得 如果我的做法的话 我可能买回来以后 我就会把可能吃不完的部分 就放在冰箱里面 让它冷藏 就是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 或是我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有时候就会把它的皮剥掉 那剥完以后 就把它装在那个塑胶袋里面 冷冻起来 那目前我经常做的方法是这样子啦 那至于是不是 如网路说的这个情形 它说的那样子 那就是要各位去跟它判断了啦 那各位其实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试做看看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香蕉 应该都可以吃了 头尾三天 可能有时候香蕉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也可能气候的关系 应该也有关系 如果说太热的天气 我想应该熟成的程度 会比较快 我是这样觉得啦 如果说比较冷的天气 也许也许没有那么快 也有可能 那基本上 我们家 做了这个实验以后 我还是回归我原来的做法 就是也不去洗它 就照我刚才跟各位讲的 那个方式处理就好了 也简单审视啦 那各位当然 也可以去试试看 也是蛮好玩的嘛 就花个几天 就做实验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吃香蕉咯 我们剥一根来吃吧 对 它这个已经断掉 快断掉 我赶快从挂的地方拿下来 这一根 这一根 后来干脆我们就拿下来 对本来挂着嘛 对 你看 这个 你看 吃吧 皮很薄 对 表示现在正好吃的时候 对 可能再一两天 已经焦的芝麻已经出现了 对 看这么多 芝麻出现多 嗯 好吃 反正我拍这影片 各位就自行判断 是不是 直接 偷懒方式 直接 直接就摆在桌上 太多了就冰起来 我在想 可能 可能有些地方的香蕉 没有放吹熟剂吧 所以你根本没有吹熟剂可以洗 而且我觉得 东西你再把它洗 有时候容易让它受伤 或是没有处理好 那比不处理可能 还糟糕 我是这样觉得 看这样子 嗯 对啊 这个你看 好像 昨天晚上嘛 还是今天早 就好像快要灌 就快掉了啊 所以我就赶快把挂钩 拿下来 拿下来 然后就摆着 要不然我想今天如果拍的话 有可能 香蕉掉满地 是香蕉都断头了 有可能 嗯 这时候刚好吃 嗯 嗯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没有处理的 它的成熟度 如何 试看看 说的也是 我已经把这根快吃完了 对 那这个我们也看 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也已经在 已经把是一点一点 你看 然后外观 我是觉得 比较 没有什么 漂亮 也没有什么破损的感觉 好像 好像 应该还好 至于 吃起来 那个感觉怎么样 总是要试吃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就随便剥一个 嗯 这个吗 今天都无所谓吧 也是 蛮熟的 因为我这样一剥 它就折了 因为那天 买的是两个 两个 尺寸 还有外观 差不多 绿色的程度都差不多 你看 其实这也很熟了 你看 各位看 这时候香蕉正好吃的时候 所以说外面洗一洗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 这个 这是没有完全 没有洗的 对 没有说有明显的差异性 就对 对 一样很好吃啊 嗯 感觉好像没有它这么熟透 熟的感觉 啊小米 这个洗过的反而 反而比较熟 嗯 我不想我吃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打野料再看一下嘛 我吃起来就觉得这个 比较有点 这个开白色 因为这个都 那个头都快掉了 你看我皮都剥到这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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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都碎了 皮都粉化了 这个 这个皮还比较好拉 有没有 所以这 刚才吃起来是觉得这个 熟成比较 比较熟成 应该叫比较熟成嘛 对 所以 比较 比较刚好 对 所以这个 其实 做个实验嘛 其实自行判断 其实最实际 你就是买两把来做实验 也是可以啊 最好的方法是 买回来 赶快放到肚子里 什么事情都没有 其实最简单 你就是要吃多少 买多少 就不要勉强 就算那香蕉很漂亮 你也不要 一定非买一大把不可 那就是买个几根就好 吃完 就再去买就好了 这些动作 其实也都不用 对 我是觉得这样 比较简单 想吃多少 就买多少 不要一次买太多 就算便宜也不要买太多 因为便宜到最后 没吃完 算一算 这个算起来 不会比较便宜 因为吃不完 可能丢掉 浪费 那算起来 还不会比较便宜 实验性质 也许每个人做法 结果不一样 也许每个地区不一样 也许每个地区不一样 也许每个地区 採收它的处理方式 可能不一样 譬如美洲 南美洲 大家当地的处理方式 採收香蕉有什么样的后续处理方式 那可能不知道 所以 所以 其实 最简单就是 不要买太多 吃完就好了 我是觉得这样是最简单 其他人都不用考虑 勤快一点 勤快一点 要是再去买 不用买那么多 可是今天我的结论是这样 因为 多做的动作 也不一定会 让你有更好的方式 那就不必那么费力气 反正 网路上人家这么说 我就跟着这样做 那我做出来结果是这样 那也许各位做出来 也许结果不一样 不一定 反正 有兴趣的人就去做实验 那 结论 吃多少 买多少 不要买太多 就对了啦 好啦 那影片就播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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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